兄弟们 这是火箭吗 不 这是暴改的一辆车 咋回事呢 是这样的 低频案5淘汰之王裁判没有上班 今天我带大家整个活 现在我开的可不是散热车 而是一辆老爷车 年代非常久远 还好咱们是练习两年半的调教师 这期视频试试看 能不能把它变成真正的冲天火箭 视频开始之前 咱们先看它的速度怎么样 现在我们是在高速公路上 所以说速度这块肯定直接打捏 喝一杯Office慢慢等着就可以了 哇 刚才冲过去一辆AMG 这速度差别也太大了吧 我现在四档才130多 就这速度 你给这开玩笑的 还没有假的轮快 速度根本就上不去 没有火箭大鼓 行吧 我感觉没劲了 急速应该在180左右 挂五档着实有点浪费了 咱们简单的调教一下轮胎 前轮胎胎压越高速度越快 但是抓地力不强 呀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吗 直接拉满 最好能原地起飞 后侧轮胎的话 蚊子描述太多了 看不明白 简单单加一点 接下来去降降滑 给这辆火箭车来一个大改造 所有东西都选马力最大的 我不信飞不起来 因为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我直接给大家跳过 一共改了四五分钟 花了三万块钱 看到没有兄弟们 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咱们来看一下效果 哇 这有点的操控啊 像猪油滑滑车一样 不过我觉得 跑起来应该就行了 咱们看一下地图 去高速上面跑一下 现在我们的秒速 大概有五十多 非常的不错 看一下二档三档怎么样 二档的话 来到了惊人的一百四 跟刚才四档没什么区别 调笑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 来到高速跑一下 看一下急速在哪 上高速的时候 我们是三档 三档的话 现在只有两百多卖 断速现在是六千多 我觉得 我看你 一直停到了260麦左右 相比没有调教的速度多了80麦也还行 但是这不科学 转速明明可以达到八九千的 怎么卡在五千多转速就不动了呢 肯定是咱们调教的有问题 于是乎我就翻遍了所有关于气热动力的速记 最后在别人的调教里面找到了他 速度388千米每小时 哇你是魔鬼吗 是练习两年半的调教师没错了 咱们直接照搬 哦不直接花钱请过来给咱们改造一下 我去这钱花的好值 秒速达到了恐怖的70麦 一秒就可以达到自由自在的感觉 咱们来高速上跑一下 速度是真的快 五档直接干到了270多 而且减速也完全减不下去 你管这叫老爷车啊 我真的服了 咱们拉一下急速 OK 现在是升到了六档 速度已经突破了300 还在往上涨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速度会更快呀兄弟们 现在我们的速度已经是340多了 百年牛才多少 才330多 一个老爷车 改完之后比百年牛都快 这你敢信 我感觉我要飞起来的兄弟们 这是一个错误示范 我记得机场有一个能飞的地方 咱们来到这 看看能飞多远 就是前面这个台子 是飞机还是火箭 咱们拉出来溜溜 把车开到最靠边的地方 就是这 一个帅气的飘移 哎呀 飘过头了 不对 什么飘过头了 我这是表演杂技呢 OK 咱们来掉个头 从这里加速 应该可以干到380麦吧 好的兄弟们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老爷车如何变成火箭 不慌 接下来看我表演 先把速度拉上去 200多 马上300 OK 已经达到了恐怖了300多 看看能不能把速度拉上380多 直接冲上去 哇 已经到了兄弟们 375的速度 直接冲 我要飞了兄弟们 这是真火箭呀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安全着陆呢 这刹车自灵了 哇啦哇啦兄弟们 哇啦我的头 好像不是太安全 也没有看清飞了多少米 咱们再来一次 这也是从这架数 兄弟们 你们感觉最远能飞到多远呢 OK 你们才到底 5029年好 你还别说 这玩意改的就是载劲 速度快的压片 哎 丝毫不慌 经过了上一次的起飞经验之后 我觉得我能飞得更远 跳得更高 OK 右下角速度已经360多了 我觉得这一次应该能算380 哇 376 直接起飞 希望这一次咱们能安全着陆 看一下最后能飞多远 哇 你告诉我 这叫车 一共飞了528米 这个成绩非常不错 这次调教 对于这种老爷车来说 简直是脱胎换骨 那么这期视频也差不多了 兄弟们 你们还想看我爆赶什么呢 可以留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